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薛阳 小心沉脸上又没有花 你老瞅着他干嘛 魏英取过一坛子酒 砰的一声把盖子打开 一股酒香顿时在浮摩洞里四散开来 这是什么酒 薛阳尝一口 感觉还没老家那种不知名的老酒好喝 这个店家自酿的 当然不是什么好酒 这若是论酒品质和口感 姑俗天子孝当排第一位 然后是云梦的贺峰酒和常山的岳阳红 都是不可多得的人间家鸟 全城里 魏英可是无酒不欢的人物 属于谦卑不醉 越喝越精神的类型 唯一依次喝的鸣定大醉 也在这里 送走蓝湛之后 搁着四叔他们酿果子酒 叙叙叨叨的跟温情讲述曾经的蓝氏听学 还有云深不知处的小胡板 魏英和薛阳各怀心事 一会儿的功夫就喝光了两坛 薛阳的酒量极差 一坛酒就让他昏昏沉沉的趴在桌子上 魏英少喝点 南湛一把夺过魏英手里的酒坛 有些担心的看着他 这个酗酒的魏英 看起来多了一份伤情 也多了一丝陌生 蓝湛 当初就是在这里 我一个人喝到鸣定大醉 今天 又到了这里 你一定要陪我 把那日遗憾给补上 那些话 我不想对着空气说 我想对着你说 魏英眼神多少有一点迷离 眼前的蓝湛与当年的小胡板合二为一 好 蓝湛举起抢到手的酒坛 一仰头喝下一大口辛辣液体 顿时呛红了眼睛 蓝湛 不要 也就在这一刻 魏英陡然间想起 蓝湛是个典型的一杯倒 可是 魏英说晚了 那一大口酒 蓝湛已经吞了下去 虽说这里不是云深不知处 喝点酒没什么 可万一蓝湛又像之前那般偷鸡摘走 画画刻字就麻烦了 转念一想 这里是乱葬岗 蓝湛爱怎么画怎么画 爱怎么刻怎么刻北 反正这地方 除了自己 没人会主动前来 魏英 睡觉 蓝湛不由分说 拉着魏英的手 就往昨晚睡觉的地方走去 果然 这个一杯倒还是先睡后醉 魏英被蓝湛拖得亮亮呛呛 匆忙间设下结界 他可不想让薛阳那个小流氓 看到点什么不该看到的东西 蓝湛粗暴地将魏英推倒 将他一根胳膊放平 然后一脸坦然地倒在魏英怀里 抬腿将魏英压在身下 可能是觉得这个姿势不舒服 蓝湛又从魏英身上爬过 枕着魏英的肩膀躺在另外一边 没一会的功夫 又翻身熊抱在魏英身上 如此循环往复了多次之后 蓝湛依旧没有找到自己最舒服的位置 蓝湛 你自己多重 心里要有点舒 你这是想睡觉呢 还是想把我这两根骨头给碾碎了 人魏英苦口婆心 蓝湛依旧置若网闻 执拗地重复着相同的动作 在魏无羡身上 寻找最舒服的睡眠位置 宝啊 咱不闹了行吗 这一句 蓝湛听了进去 乖乖地趴在魏英胸口 已动不动地睡了过去了 宝啊 咱不闹了行吗 这一句 蓝湛听了进去 乖乖地趴在魏英胸口 已动不动地睡了过去了 魏英觉得心中 有无数的某种食草动物狂奔而过 感情这肉麻兮兮的话 对蓝湛这种清冷哑正的大男人 也有如此奇笑 虽然被蓝湛压得有些喘不过气来 总比过被他翻来覆去的碾压要好受太多 宝啊 乖乖睡 我也睡一会儿 魏英小心翼翼地 将蓝湛转移到身侧 刚要喘一口气 某人又再次将魏英的身体放平 理直气质地重新趴到他身上 不许动 再动摇你 蓝湛趴在魏英身上 学着他的样子喃喃自语 魏英彻底放弃挣扎 任由蓝湛就这样抱着 现在 他唯一的心愿就是蓝湛可以好好睡一觉 别再想一出是一出 就在魏英鸣鸣呼 想要与周公开始约会的时候 蓝湛突然爬了起来 魏英慌忙撤去结界 整理了一下被蓝湛扯开的一惊 拿着陈琴就追了出去 扶摸动脉 伸手不见五指 蓝天的怨气横冲直撞 企图攻击蓝湛 却又畏惧他身后的陈琴 只好在半空中肆虐怒吼 蓝湛啊 黑灯瞎火的你要去哪里 魏英跟在蓝湛身后 又累又困 忍不住开口唤住他 找魏英 蓝湛的脚步未有丝毫停顿 依旧大步往前走去 蓝湛 你回头 我就在你身后啊 魏英一把拉住蓝湛的大手 强行拖拽住他 直到此刻 魏英才看到蓝湛满目的绝望 一脸的泪痕 魏英 魏英你回来了 这些年你去了哪里 蓝湛一把将魏英拥进怀里 双臂用力再用力 仿佛要将魏英嵌进自己的身体里 我一直在你身边 从未离开 这个地方 我来过好多好多次 我一遍又一遍地问铃 一声又一声地呼唤 你为什么就是不肯出来见我 有泪水 顺着蓝湛的脸颊 落入魏英的衣领 悄悄地近视他肩膀处的衣衫 魏英心中锦铃大作 使蓝湛想起了前世的记忆 还是这乱葬岗的戾气 干扰了蓝湛正常的思绪魏英 在不要离开我 我绝对不会离开你 前世我们分开的十六年 让你吃了那么多的苦 这一世 就算天塌下来 我也不会放开你的手 真的 你 发誓 我为无限发誓 这辈子 下辈子 下下辈子 都赖在蓝湛身边 他若不离 我就不气 他要白头偕老 我必生死相依 魏英举起右手 拇指压在小指上 住起中间三指 只天指地指良心的发誓不行 这下 魏英彻底猛了 自己说的那么煽情怎么就不行了 难道还要再狠一点 我未无限 来生来世 生生世世都要和蓝湛在一起 只要你转身 我就在你身边 你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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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湛的双臂紧紧抱住怀里的人 一刻也不敢放松 仿佛只有如此 这个人才不会离开 一生生的你骗人 一句比一句委屈 一句比一句伤心 那种撕心累肺的痛苦与无奈 都化作魂滚而来的泪滴 魏英的尖头 吃了一大片 凉凉的贴在身上 纠扯着他的心房 蓝湛 你听我说 我没有骗你 你先松开我一点点 我就快要窒息了 乖 听话 你先来说 我没有骗人 你希望你帮我一点点 然你有味道 你接约到我这种检子 乖 你肯定 我有眼里 对你 对好 挺好的 这种检子 这个检子